柔佛永平新村星期三清晨7点30分发生轿车在住宅区高速行事 撞上两辆车和一辆摩托造成80岁的华裔司机伤重不治 以对母女受伤的交通事故 事发前的视频显示 照获的普腾Persona使过一个缓冲顿 来到永平花园达麦路和镇南美花园榴莲路的十字路口 先后撞上一辆白色Iswara 一辆摩托车和一辆岭路 白色Iswara司机周修明在送往八珠八峡中央医院级救抠 于中午12时05分伤重不治 80岁的周修明是地方文人 担任过地方议会的议员和马华区域组织秘书 摩托车上的一对华裔母女母亲骨折需要动手术 就读中午的17岁女生也一样受伤 八珠八峡景区主任阿都华希指出 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-1条文 扣留了22岁的普腾普索纳司机协助调查 警方援引1987年续 completed 警方援引1987年人 对此同学的警方援引1987年 警方援引1987年 警方援引1981年 国民扣留了议呈问 警方援引1989年